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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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三节的节目时间 刚才那些就是榴莲的运程 又或者是每一年的家居风水佈局 但是第三节 如果你说我未必会摆得到家里的摆设 又或者怎么样也好 第三节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未来这两三个星期 就是关键 那年究竟开得好不好 就很决定你究竟整年过得好不好 没错 所以今年我们有几样东西 希望师傅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列个时间表给我们 究竟我们未来到新十五日 有什么日子我们需要注意 不如我们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因为我们未说过年之后 做什么之前 我们不如先说大数除 一会儿我们也要请师傅 读一读时间表 但是大数除 我们一直以为是年28 去做大数除 但是今年的年28 是最差的日子 是 没错 因为今年28是一个破一 我们叫做大事不宜 但是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了 那怎么办呢 那事关年28 不能大数除 那什么时候可以大数除呢师傅 是的 那这个我们交给我们 是专业的 是的 先说一说 是专业的吉日播报员 没错 很大张猫子在这里 是 那我们年22 即明天 是专丑日来的 明天就可以了 是的 那我们可以做洗神坛 是 丢了去年的风水物 是 去年的风水物的意思就是 去年如果你按了这个 是的 我又想问了 我去年摆在西南边的 那个铜湖鲁 可不可以今年拿出来 摆在西南 不是 去年摆在东北的 可能摆在身边的 一个铜湖鲁 可不可以摆在今年拿出来 摆在西南呢 只要你们本身摆的风水物 是没有生兽 是 没有氧化 就是没有 你不会看到它变了色 变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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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就是因为呢 我家里那几个铜钱 放在门口那几个铜钱 已经变了色 那是不是应该要换呢 是 绝对是要换的 好了 那我又可不可以 譬如我去年 摆在某个吉位的 一个财神公仔 可不可以拿来 摆在今年的东北位呢 可以的 只要它没有坏 没有旧 没有烂 可以的 OK 但是如果你想换身 当然可以在明天的时间 就可以换了一些风水物 对吧 有没有说什么时辰 时辰 就要看回当日的吉时 是 那很简单 大家如果想回每日通信的一些website 就可以看到 就是买半通信 就可以知道那天的吉时 就选择吉时的时间去打塑神坛 和可以扔了去年的一些风水物 是的 是的 我都准备买了一批新的了 可以扔了去年的一些摆设 好 那接着呢 年23 是 如果你年22就没有洗神坛 是 和没有扔去年的风水物的话 同样是可以做这两样东西 都是可以做 所以我又可以问师傅 洗神坛这件事 因为呢 以我所知呢 洗神坛呢 就应该用一把掃去掃一掃 干净的神像就可以了 嗯 千万不要整盘水淋在神像 或者整个神像呢 去浸下水 嗯 又或者有一些说法 甚至乎呢 大家知道可能庄香很多香鸡 嗯 那很多朋友就会拔掉了些香鸡 是不是不可以拔掉了 一定要留一两支在那里 去逐住道气 那我又没有这样 我又没有这个想法 我又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首先呢 洗神坛呢 无论你是掃它也好 那些人都会抹它的 是的 那无论抹也好 还是掃也好 通常呢 有些人呢 会是 有些人有念经的话 可以先念一下经 是的 因为他们叫做是 帮那个 那盆水 或者是帮那个数呢 去到加持一些 那些心念的力量下去 嗯 是的 那才再去洗神坛 嗯 那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做法 是的 那所以明天呢 大家如果在家里有放假的话呢 那就可以打算一下神坛 还有扔了去年一些不要的 是的 那两天给大家选择 刚才我太太也说了 就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呢 是 两天的 因为呢 明天就是寄属羊的人做的 是的 即是说属羊的明天就不要动了 是的 就后天才动了 那后天就寄属羊的 是的 那每一天都会有少生肖上的寄位 是的 即是我明天要他做 后天就不可以搞了 是的 嗯 好 那接着我们请司太继续讲下去 年二十四呢 是 那就可以移这个借租 嗯 放全盒 以及这个 这个是破财 包历市 是的 是的 但是 有一件事想问 现在不是每个家都有做军 是的 那我是不是 我家里没有武安做军 其实都可以借做的呢 其实都可以的 因为就算没有武安做军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你当是一个礼物 多谢他 多谢他 是的 就是始终代表衣食 是的 是的 因为如果你想做东西做得好 其实你理论上是应该要拜造军的 是的 但是呢 拜造军很简单 就是设个简单的祭坛 记得你家里 就是在这个祭坛里面 摆有这么甜的东西 就得这么甜的东西 那就去 相传就说 让造军吃完东西 去这个欲黄大帝回咒 今年做了些什么的时候 就讲了些甜言物语 嗯 那所以 年二十 就是 今个星期 即将来星期三 就可以去做一些借造的仪式 或者封历市 为什么是封历市呢 哦 包历市 是 即是都是一个祝福来的 历市其实某程度上 是 将自己的一些祝福 是 就是传给 可能小朋友 是 所以未来星期三 星期四 都是包历市的好一 OK 那就是那句 因为星期三 包历市是既熟鸡 是 星期四 就是既熟狗 熟鸡的可能是星期四 才包 熟狗的就是星期三 OK 好 那之后还有些什么的日子 其实呢 这个年二十五 是 跟年二十四一样 都是移借租 放全球 包历市 即是星期四 刚才你们说起移借租 我突然想起 就是我作为一个 专业级的 模范主婦 是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摆 我们平时的熟猫仔 我们整天天天两餐都看到 那只熟猫仔 手机的app呢 他拜一拜他 都对 是 是 现在大家都靠一只熟猫仔 哦 我不对 绿色的 原来是 绿色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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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借租了 那接着我们借完租之后呢 去到年二十六了 是的 年二十六就是洗腊撻了 是 和一个大素权 是的 年二十六就是洗腊撻和大素权 年二十六年二十七都是 其实 是的 同样都是两天的 是的 那因为我看过通信 年二十六和年二十七 年二十六就是早 年二十六和年二十七一定有个吉时就是九至十一 嗯 这个是两天共通的吉时来的 但是也有冲犯的生肖 是 没错 年二十六就冲 冲这个老鼠 老鼠 不是 朱日朱就说错了 然后二十七就是老鼠 所以熟猪和老鼠 在这两天的大素权就要小心了 是的 没错 不要冲自己那天 但是呢 今年最佳去大素权的 就是将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六 是的 就是最好做大素权的时间 那所谓大素权呢 就是将家里的东西所有的 就是不要的东西都丢掉了 还有呢 最重要呢 就是拿碎油叶去煲水 那煲完水之后呢 就拿那些碎油叶去抹 那便抹干净了自己所有家里的东西 那有些的讲究方法呢 甚至乎呢 是从今年最好的方位呢 就开始去做这一步的大素权 那今年最好的方位是 今年最好的方位呢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南方 南方 喜庆位 是的 喜庆位 是的 或者如果大家喜欢的 其实在西北位 东南位做都可以的 OK 因为这三个位都是好位 OK 西北 西北 东南 西北 东南 西北东南和南方 是的 没错 都是可以去做这个大素权的starting point 是的 千万不要在东北位开始做大素权 大家记住 那大家可以先抹掉其他的角落 好了 跟着呢 就是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做完大素权呢 是可以找一些的 就是去花店呢 那这个是听回来的一些风俗 你可以去花店呢 找一些七种颜色的花瓣 然后来浸水 跟着呢 就拿了这个七色花水呢 就去噴灑你家屋呢 嗯 那就可以令到你家屋的能量呢 可以是一个refresh的一个做法 这一样东西我太太也是精的 嗯 他也是很喜欢用七色花的就是 是 是的 但是记得就不要用柚翅啦 不要用白色的 不要用玫瑰 不要用白色的花 是的 没错了 那就浸水啦 抹屋也可以啦 洗澡也可以啦 洗澡也可以啦 另外不可以有毒的花 嗯 就是你浸了下水之后 放下去的时候 你不可以伤害到自己 总之你去花店 问他收拾七色花的花 给你 因为他有些花可能会剪掉 或者一两只他不要 那其实新年流流呢 他们会剪掉的 那去花店就可以找到 鹿油叶呢 你去花店 或者生果店 都可能会有的 那就是记得要必备这两件事 那如果真的买不到鹿油叶呢 黄皮叶都可以的 是 没错 那大家可以记住去做这个大数据的仪式啦 嗯 那接着去到年28 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啦 是的 接着那两天都是轻便的事 就不需要 就没什么特别的事要做的 年29 是不是应该 就是团年饭呢 那晚应该是 本身是的 甚至乎是要行花市的 但是现在花市没得行 是 那但是 其实 我们有些听众应该在伦敦 唐人街应该有得行的 是啊 是啊 不就是去花市咯 去花市都行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问 那如果28、29都不是好日 那是不是应该年27就去吃团年饭呢 其实年29都不是不好的 是 因为年28就一定不好的 是 是的 那年27、29都OK的 所以大家今个星期日 不要以为今个星期 今个星期日大家一起去吃团年饭 今个星期日 其实吃团年饭 不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来的 所以大家可以选星期六 又或者留下星期一 年29的时候 才去吃这个团年饭 好了 年29 团年 头炷香 之后到新年 踏入这个任人 其实都未去到任人年 只不过是年初一 是 没错 那我们有些什么事项要注意啊 师傅 是的 新年流流年初一 我又交给我太太 是 初一就当然是不要吃粥了 啊 不要吃粥了 不要吃粥了 是的 这个就是每一年 师傅都会提到的 年初一就不要吃粥水 但是比如我说 我吃齋的 那我不可以吃齋呢 年初一 可以 绝对可以吃齋 是的 只是不要叫粥 因为初一至初三 都不适宜吃粥的 是的 最好就是 喜欢吃齋便吃齋 是的 不过我们都建议可能吃得比较 豐富 当然不要浪费食物 是的 吃得比较豐富 饱吐 那就开心点 是的 但是呢 譬如特方斯 说没有花市 走出去走个圈 就算呢 这件事呢 待会我会有个小小的宣布 待会大家要留意 但是呢 首先 先说那些要在家里做的东西 嗯 总之年初一就不要吃粥 吃得丰富一点 吃齋都没所谓的 吃素都没所谓的 嗯 那就煎一下萝卜糕 或者是吃一些何年的食品 食品 嗯 好了 那这个就是年初一 那之后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呢 不要掃地 不要掃地 不要扔垃圾 不要扔垃圾 可不可以洗头洗澡 这件事是 这件事是 有些人就说不行的嘛 是 就说怕会洗走了一些 嗯 但是呢 其实现在呢 科技进步了 那因为话说呢 我就是另一半老大 他刚刚做完小手术 他不能洗澡 那他呢 现在呢 是买了一件事呢 就是那些阿伯阿婆抹身的 那些 有些的濕纸巾 那用这些来抹一抹 可能就 没那么快 用这个水 沖走自己身上的气 嗯 那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年初一做到清潔的一个方法 那也对 是啊 那跟着呢 我们还有什么要留意 是啊 那相对来说呢 除了头三天 就不适宜就吃粥了 是 那什么时候可以掃得呢 是 就由初三的夜晚 是 是 初三夜晚呢 你就预计在这个十点之后 是 就可以摆垃圾 是 是 其实每一年都是挑选这一天 是 是 那么呢 初三夜晚十点可以摆垃圾 是 跟着呢 十一点钟呢 就开始可以接财神了 接财神今年就在南方 所以大家在初三晚的十一点钟 踏入初四就可以在家里的南方 正南方的区域那里就去接财神 正南方 接财神的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放一点点祭坛 就是水果 你可以放一只鸡 但是简单的水果 一些糖果 点香或者不点香 就向着正南方的位置 就拜 就供应财神 就是希望财神可以来一个新的一年 就是来眷顾你 等等等等的一些好说话 就迎接在财神的道理 所以这个是关键的时间密码 就是初三晚上十一点 就千万记得 你可以十点钟扔完垃圾出街 然后十一点就去迎接这个财神 就是去救营生 所以初一初二千万不要扔垃圾 记住 所以制造少一点的垃圾 或者出去拜年 去别人家的家 就没有垃圾了 制造别人家的垃圾 制造垃圾 我忘记其他人 我忘记其他人 朋友在家打边奴是最好的事 这个很邪恶 这个很邪恶 你想想打完边奴 要在家放两天 很痛苦的事 怎么办 总之大家在家自己的尖膏就算了 出去别人家的时候 就可以大雨大雨 记住 所以年初一二 就尽量不要扔垃圾出街 不要掃地 去到初三晚就可以解禁了 嗯 是吧 好了 初四呢 今年应该是一个开市的好一 是 没错 今年呢 初四 初五 初七 初八 都是好一 都可以开市 即是五下公司应该很不开心 因为初四已经开市了 是 这么早 即是初四的面孔出现 是 因为初四呢 今年是好一 如果是 你可以去开市 如果你不上班 如果你是老板 你又不想在初四开工 那你就发个电话 你可以发个电话 去祝贺你的客人 即是新年快乐 或者你打个电话 去供祝你的客人 生日快乐 其实都等于开了工 是 没错 所以在初四找个吉时 不充你太岁的吉时 即是不充你生肖的吉时 就可以做了这个开工的仪式 但如果你说 我又家庭主婦 是没有工作的话 那怎么呢 很简单 即是年初四打后 因为已经是二月四号 已经是立春了 大家就可以去迎接 新一年的运程 就可以去拜神 涉太税 等等等等的制止仪式 没错 每一年我去到这个位置 我都要不厌其烦地跟大家说 在二月四号立春之后 即是无论你拜神也好 全部风水布局 做齐也好 有一样一定要做的 就是养气 因为二月四号 对了 至到二月十八号 这十四天里面 是一个人的气场 成型的时间 所以在那十四天里面 一定要过得开开心心 是 不要乱花大钱 还有尽量多睡觉 让自己多休息 神圆气足 那气场形成得漂亮 你那年的运气 多少都有提升 二月四号到二月十八号 十八号 所以这十四天 大家不要找我了 这十四天 大家真的要千万设计 不过现在不能过大海 对吧 设计不要花大钱 不要在这段时间 买一些很贵的东西 尽量在之前或之后买 对了 千万不要在二月四号 到二月十八号 这段时间 花太多的钱 又或者 那看医生是不是都不好呢 尽量都不好 尽量都不好 手术那些尽量都不好做 是的 那就是 除非你很急 你真的要在那段时间做手术 你救命 就没得说 但是如果有得选择的话 通常我都叫了客人 过了正月才做手术 是的 还有就是 要买东西的 尽量链卡 链卡你没那么快要赚钱 但是我发觉就是魔鬼在细节 就是我自己的手术 就是十四号 就要自动转账过数 所以我今天已经赚了数 哦 就是赞免了 给人毛妈 原来拿了钱 是的 尽量就不要在新年的时候破财 因为你整年的运势 就是取决于你那十四日的时间 一路到新十五打后 这些禁忌就会打开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都很想问师傅 那就是因为 喂 血缸之灾 或者很多的风冲泛态水 都很害怕 是不是在新十五之后 可以去捐血 又或者去医院里 抽血 验血 就可以化了这个血缸之灾 是的 很多传统上面都是这么说的 例如捐血 洗牙 剝了牙 是的 都是那句 过了二月十八日之后才做 是的 那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在二月十八日之前 就能凝聚到那个气场 是的 二月四日开始Derek 不要击Kiyo 我是不会见Derek 那就不会击死 好了 那我们有些货金 我们都要看一看的 那就是Kiyo一百元 就是奖智息 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Kiyo小小支持 因为我主要看有没有这些问题 是问这个师傅的 那二百五十元呢 就感谢Kiyo师傅 也是师太讲解 感谢Kiyo 那还没有到这个 二百五十元呢 就是新年贴的徽春 是不是过了初十五就要拿走呢 那还有初十五前 可不可以剪头发呢 师傅 首先呢 徽春这一件事呢 通常呢 我自己就不会这么快拿走的 是的 那因为始终呢 徽春是喜庆之气 那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说初十五要拿走 那这个人家的说法 嗯 我通常起码 就把整个正月的 是 那你正月之后 你才 你才 就是剝了它 甚至乎有时 我自己懒得上来 我几句我都不理它 那会不会放一年呢 我试过的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我试过长摆一年 但是有没有一些位置 是不应该放在红色的呢 有 有 就是刚才所说的 西南方是一定不能放在红色的 即是说你今年西南方 千万 你譬如我西南方 我在过年的时候 其实都不应该 黏出日平安章徽春在西南方的了 是 是 没错 所以大家记住 今年西南方千万 不可以黏红色的徽春 是的 千万任何徽春都不要黏在西南方 没错 是吧 那这个大家要留意 那有观众朋友说 那是不是在2月18日之前 不货得金呢 错了 是可以派利是的 是的 只不过我们是不可以花大钱 就是说一 一 洗四位五位数字 那这些不是好 但是一百几十那些的 正业利是当然是多多亿线 对不对 那不关事 是的 大家不要这个 就是偷换概念 好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东西 是有见到有人放了一年 我也是有些位置 是放了一年 但是记住千万不要西南方 放黏红色的徽春 是 好了 那还有什么的 就是过年的 或者譬如在衣着 或者其他的东西 是需要注意的 师傅 刚才那个朋友问过 说是否可以剪头发 是的 其实我都是没问题的 是的 因为你真的会和洗头一样 是的 这些是一个习俗上面的意思 是的 那如果你过初十五之后 你当然可以剪头发 那你太长也不舒服 是的 但是他好像是问初十五之前 哦 通常呢 头几天呢 通常初一 初二、初三 就可以不剪 但是呢 我都没有这个传统的概念 那买鞋呢 那些人传统说 新年买鞋也是不好的 是吗 我们平时买鞋是什么时候的 因为便宜 因为便宜 而且新农历年的时候 买鞋是特别便宜的 是的 因为以前 不是 过年后的 因为以前 新十五之前 都没有人买鞋 以前因为 鞋声说不吉利 但我不知道鞋鞋声 为什么会不吉利 这个 可能不是我年纪 探讨的范图 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概念 是的 那我们呢 不如这样吧 我们师傅 还有没有其他 关于新年的鞋囊 是要留意 或者提醒观众 大致上是这样 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今天呢 我们开了AirPlay 我有件事要宣布的 那 是的 大家现在在营锅目 看到的这张图片 话说呢 其实农历新年 还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做的 就是出门口 好 行大运 因为今年呢 大家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我们 就是不建议 去做一些多人的活动 也没有做一些大型的 一些的庆祝活动 也都不知 我不记得了几年 是没有烟花体了 年初二 那所以呢 既然没有这些活动 也都不建议大家 人群聚集的话呢 其实呢 也都 不妨大家可以 在初一初二初三 这些时间呢 一只公也好 两夫妇也好 就去郊外 去走个圈 那可以去吸收一下 一些新鲜空气 去迎春接福 那样 那但是呢 这个 究竟我们 向哪个方位走 或者去哪 那边呢 其实都是有少少讲究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呢 原本呢 计划在今个星期六的夜晚呢 呢 就会做一个网上的分享会 那这个网上分享会呢 原本是要收钱的 那但是呢 有见于 现在 即大家都仇云惨霧啦 那呢 我就希望呢 在今个星期六的夜晚呢 我就 很多谢师傅慈悲啦 那呢 就请一下 Kendo师傅呢 就会去做一个 我们会在香港聂旗游中 做一个 和泰学堂呢 会做一个Facebook的一个直播 或者YouTube的直播 那呢 就等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今个星期六晚呢 就去看到一个的分享 那这个分享有些什么呢 就会讲一讲呢 究竟在年初一二三 我们向哪一个方位 在什么时辰 行 即是怎样可以去行大运呢 即是譬如 我们今年的年初一 原来向东南方位行呢 我们会招 即是去迎到一些的 喜庆的 一些的能量的 那但是 我们究竟怎么走法 有些什么的路线是可以 即是 又不会太辛苦 又会走得舒服 又有风景看的呢 那呢 我们呢 今个星期六的夜晚呢 就会用一个的 就是 YouTube和Facebook的直播呢 就会和大家去做一个的分享 甚至乎呢 我们也都会宣布呢 其实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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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从泰先生呢 是的 就会呢 合作去经营一个 新的旅游 旅行社的业务 就叫做 Ready to Explore 那我们也都会在 这个的分享会里面呢 去简单预告一下 我们接下来 在哪一天呢 就会去正式启动 这个Ready to Explore的Facebook 或者我们自己的网站 甚至乎 我们接下来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的channel等等 所以呢 希望呢 大家可以呢 就这个星期六的夜晚 大概七点半左右呢 我们就会在Facebook和网上的平台呢 就会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会 那就希望可以大家 和我们一起 新年行过大运之余呢 也都可以呢 密切留意我们 Ready to Explore的一些的活动啦 虽然呢 本地油 我也不知道它封了多久 不过不要紧 就算本地油 没开始之前呢 我们Ready to Explore 都会有一些事情 都会有一些搞作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 另外一件事呢 还要大家密切留意的 大家可以买个好运回家啦 那就是呢 今个星期三开始呢 《月时报》呢 就会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 新年的开仓 就是开仓年宵开仓 是啊 我不知道开仓年宵还是年宵开仓 总之呢 大家呢 可以在今个星期三开始呢 就来到《月时报》的studio呢 就会有不同的精品去选购 而我的奇奥concept store呢 也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的产品呢 会在那里卖的 包括是开仓价卖的这些T恤 那会让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价钱 包括呢 就会将我之前做的一些 一些吉祥图案的T恤 包括这个暮跌长青啦 三阳启泰啦 和这个李若隆门 都是很适合这个新年去穿出街的 那希望大家 尤其是是不是缺水的朋友呢 缺金水的朋友 很适合穿白色和蓝色的衣服呢 是啊 是啊 希望大家如果是缺金缺水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买这几件的T恤啦 那就可以呢 买回家呢 去作为这个新年的一个穿着 那在这个星期三开始呢 就会有得买 但是呢 因为是负味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就限尺寸了 那大家先到先得啦 那除了这几件衣服之外呢 其实这几件衣服 还有这几个的 还有大概十个左右 之前的林海销的 青花的池杯呢 都会拿出来卖的 那还有几个图案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就记得来看 另外呢 还会有之前卖过的一个 耿古方福的三星堆的手工简 和沐浴简 都会只剩下两套的 是的 厌护得分两套 那大家先到先得了 也都会在开仓里买的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 要介绍呢 就是这个新品 那就是耿古方福的 新年桃花的福袋 那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手工的沐浴槽 那也都有一个的润手箱 和一个的香包 全部都是用桃花做的 那希望如果大家想在新年 走过桃花运啊 又或者在新年啊 香噴噴地出街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 在今个星期三开始 会在《月时报》的 年少开仓的新品发布呢 就会有这个的产品卖 那我今个星期三 应该都会在《时报》这里呢 就就是 sell一下自己的产品 那如果大家 想买我的产品 又想和我sell hi的话呢 可以星期三的 下午和夜晚呢 我都会在studio的了 那希望到时见到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来买这个 耿古方福的 新年桃花的福袋了 好 今天呢 究竟我的直播在哪里出街呢 又或者直播的连续是什么呢 现在我还是未知的 所以呢 就可以like我们 香港聶旗邮宗的page 那我们香港聶旗邮宗的page 应该都会出那个直播 又或者详细的情况呢 那我未来会再在这一两天在facebook公布啦 那大家密切留意 好了 今天呢再一次多谢师傅 多谢师太 是的 那今天呢 师太还送了一些小礼物给我啦 那我决定呢 星期六见到你的时候呢 我会煮定这个汤呢 拿来给两位呢 我们出事由人家出街 是很简单 很简单 那就多谢各位观众 也都多谢各位观众的负金啦 也都多谢两位嘉宾今天呢 的无私分享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啦 那多谢大家收听收看 那星期三的乔劳New Order呢 会有继续有我去做live 和大家讲下另外一些 和灾难有关的奇异事迹的 好 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我们的 是不是有roller了 我们是不是有roller要出的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要出最后的roller了 因为呢 我都有少量的一些月工的金主的留言 是可以roll出来给大家看 没有吧 没有就算了 好了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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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